今天的教程 带大家五分钟画一幅国风血液桃花 喜欢的宝子们一起画起来吧 准备好我们就开始啦 新建画布 尺寸4500x6000像素 这些涂层是提前建立好的 根画可以按照这个涂层分布 换个背景颜色 背景先加一层指纹 涂层样式为线性加深 指纹一笔涂完不要断触 绘制扇面 打开绘图指引 对称选项里选择镜像 绘制出一个梅花形作为扇面 拖拽甜色 用橡皮擦擦除扇面露空的地方 关闭绘图指引和涂层辅助 绘制草稿 双击色盘底部选取最黑的颜色 每期的线稿色卡和涂层信息都放在评论区里 需要根画的宝宝自行下载 给扇面里再绘制一层指纹 涂层样式线性加深 绘制重色滑瓣 涂层样式为正片叠底 花瓣的边缘比压较重 花心部分比压减小 这样画出的花瓣就有颜色过度 绘制浅颜色花瓣 涂层样式为正片叠底 绘制花蕊 涂层样式为正片叠底 绘制花蕊的时候头部稍微用力一些 让花蕊有一个粗细变化 同样的方法把花瓣绘制完 绘制花蕊 涂层样式为线性加深 绘制枝干 涂层样式为正片叠底 绘制枝干 绘制枝干的时候也要注意笔压大小 在枝干的弯曲处加大笔压 树枝有一种两头粗中间细的趋势 这样会有一种柔美的感觉 再给质感点上一些粗糙的凸起 增加树枝的质感 绘制深色叶子 绘制深色叶子 图层样式线性加深 画叶子 画叶子两头比压轻中间比压重 一笔画出一张叶子 绘制深色叶子 图层样式线性加深 绘制燕麦 图层样式线性加深 画面基本就完成了 可以把草稿涂层隐藏掉 盖上一张 这幅桃花就完成了 很简单吧 来看一下今天的成品吧 喜欢的记得给鱼鱼点赞哦 关注我 灵机处学国风插画 我们下期再见